接着上一期开始画 画一块山石 这张作品是一张小品 所以说我们的山石概括就可以 不用画的特别细腻 它的位置也不是一个关键位置 它一个边角位置 重心是这两个人 这种山石叫做平台 山石下面是水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 在这个水边的一块平台上 在小围棋 在右边画一棵树 我画的这棵树 是从这个树枝上开始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树啊 我的树枝比较重 虽然树干也不淡 但是我的树枝是比较重的 石芯的 通俗一点是石芯的 我想有一个趣事 是什么趣事呢 就是树枝我要重 从上面往下面 有一个微微的过渡 也就是说 我用树干 淡一点 树枝 上面的树枝 更重一点 我们在国画创作之中 这个遮挡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这里失误了 我应该让这个树木 遮挡一下一个人 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最好是先画前景 你看我先画的中景 虽然说中景是重点又刻画的呢 也应该先画它 但是我没有留出遮挡的位置 哪怕是这个树干 遮挡一下那个山石也可以 我的整个国画山水学习的过程 是这样的 我前期是拼命的临摹 大量的临摹 一点主观的东西都没有 全都是比着呼噜画飘 到了后期 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直接不看 我就是自己造 自己编 那段时间 压力很大 就是老花毁了 老出问题 老想着自己 创作几张 能代表自己 创作水平的作品 无数次失败 后来我才发现 你不比着别人抄 你不参照 你想凭空的创作 门都没有 现在这个阶段 也是以创作为主 但是不闭门造车了 该参照就参照 没有什么丢人的 你看这两个人物 我就是参照的戒子源 整个构图 数目三十 我自己编的 这部也可以说是一张自己原创的小品画 视频前的朋友 如果您感觉你这个临摹的可以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半创作状态 我们下一期上色结束它 我们下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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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